我们经常用石沉大海来表示事情没有了下文。 而日本近日体验了一把F-35沉大海的滋味。 自4月9日一架F-35战斗机坠海之后,时隔一个月,仍只找到一些残骸,而坠海原因还不得而知。 美国也准备将F-35坠海的秘密永远封存。 日前,美军正式宣布正式停止搜寻F-35的工作。 这让F-35坠海事件似乎最终成为了一桩悬案。 而美军在这次搜寻中,可谓是花费了大的精力。 派出了各种如宙斯顿驱逐舰、T-8A巡逻机、U-2侦察机来对出世海域进行搜寻。 而随后美国更是派出了一支专业的打捞队伍。 使用了包括樊高号潜水支援船、深海探测器与T-TL-25黑匣子探测器。 而其中T-TL-25黑匣子探测器还曾参与过MH-370的搜寻工作。 MH-370的失踪可谓是牵动了每个人的心。 这也是近年来最神秘的一次飞机失踪案。 据图原因与坠海地点至今AEU定论。 而F-35失踪与MH-370失踪却有着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都是在飞行员未报道任何异常情况下突然失踪。 其次都陆续打捞过飞机碎片从而证实飞机是坠入海里被肢解。 最后,都是大派出了大量搜救力量之后依然找不到主体,从而成为了一桩悬案。 尽管MH-370事件一时间引起了各方的猜测。 像是劫机说,导弹机毁说,甚至外星人劫持都有。 但是一般官方普遍认为飞机是由于油量耗尽而最终坠入海里。 但是最让人费解的便是为什么在出事后飞机在预估的出事地点找不到。 最后飞机残骸却飘上了非洲东岸。 据获悉MH-370事件中,出事飞机为波音777。 而波音777是波音飞机中第一个把增强型禁地告警系统作为标准设备而不是选。 装设备的机型。 该系统有一个功能就是当飞机低空飞行的时候。 该警告系统会显示可能对飞机造成威胁的地形。 并通过飞机通讯巡指和报告系统上传至卫星通讯系统。 也就是通过卫星来实时记录飞机的飞行状况。 而MH-370的飞行记录在最后一刻坠机时卫星却没有响应,这让人十分费解。 同样的,F-35也有着类似的装置。 在此前挪威空军就抱怨过自己的F-35战机会把实施的飞行数据通过卫星网络。 传输到美军基地。 这时的挪威F-35战机对于美国将毫无秘密可言。 而美国方面坚持收集F-35飞行数据仅仅是为了飞机维护安全,不涉及飞行数据。 回到日本F-35坠机事件上来,在F-35坠海的前的那一刻, 美国应该可以通过卫星系统第一时间获悉F-35的危机。 在坠海之后美国也能掌握飞机的准确情况。 按道理来说美国可以第一时间就通知日方去救援。 而在日本F-35坠海后我们知道,日本也第一之间不确定F-35的行踪。 甚至日本民众传出F-35驾驶员叛逃, 直到日方找到F-35的唯一残骸才宣布F-35坠海。 而这时美国才正式介入。 而F-35的失踪或许与当年MH-370一样, 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答案。 判断出其卫星定位系统存在缺陷导致判断地点缺失。 又或许美国已经在第一时间就掌握了F-35坠机的信息。 但是告诉日本也就相当于告诉日本与其他盟友他们的F-35都处于美军的监视。 之中。这样美国也会失去盟友的信任, 这可比一架F-35的损失大得多。 而之所以美国要停止搜索F-35, 或许他们已经知道最佳搜索期早已过了。 F-35的秘密要么永远封存在海底。 要么如同MH-370的残骸一般最终随着洋流飘到美国西海岸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